元宵晚会又要来了,如今参加晚会的明星阵容也有变化,像是春节晚会或者元宵晚会,都更多邀请口碑和实力不错的演员,像是一些浓妆艳抹的流量明星邀请就减少很多,而明星参加晚会彩排也会看出团队和明星本人的能力。 比如说今晨现身元宵晚会彩排,这两年是今晨事业急速上升的时候,自从参加完芒果台综艺后,基本晚会都有今晨的出现,一旦出现也是被众人围堵拍摄,但今晨遮妆容比赵丽颖讨喜。 首先,今晨也是带妆出现,但为了不让自己的妆艳花了,又要不被拍到,今晨全程都是用一只手捏着口罩,对在场拍摄的人也没有丝毫不耐烦,甚至有人都直接快怼到今晨的脸上了。 而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是一直维护着今晨,一边联系人到地方接今晨,并没有对拍摄的人怒斥或者阻拦。 今晨还穿着高跟鞋,但为了彩排整体效果,今晨尽量让拍摄者满足,自己的妆容也不至于全面曝光。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了赵丽颖身上,参加春节晚会因为要考虑到遮挡妆容,赵丽颖直接捂住自己的脸导致被骂。 虽然大家都比较理解赵丽颖的用意,但这件事还是引起了争议,主要还是方式可能影响到拍摄者,而拍摄者基本都是人数多,很容易引起舆论压力。 今晨在这方面比赵丽颖要讨喜些,没有对错,只是每个人的处理方式不同而已。 像周比畅是直接穿着低调,随意参加元宵晚会的彩排,一点也不像一个明星,而宋义也是穿着参加晚会的礼服外面套着外套,用口罩遮挡自己的妆容。 只是关注度不如今晨那么高而已,万倩就更酷洒了,基本也是和今晨一个节目成功翻红。 万倩也没有盛装打扮,而是选择低调随意现身,这样也不需要刻意遮挡了。 像龚俊这样的大流量明星,一般还是要注意在场秩序的。 即便如此,龚俊夜晚彩排结束后,粉丝们还是聚集在一起,拿着灯牌喊着口号跟龚俊打招呼。 相比较龚俊比刘宇宁人气高,主要还是刘宇宁是网红出身转型成为明星,龚俊是靠着作品出名,两个人都很优秀。 相比较刘宇宁更励志,因为刘宇宁曾说过自己有一天一定要参加春晚,虽然离春晚还差一步,但如今被邀请参加元宵晚会。 对于刘宇宁来说,已经是很高的肯定了。